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不让我杀了皇上 不要伤了皇上啊 真的算 你赶快放了皇上 我可以让你和何天兴安全离开 少放屁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绑了皇上也没用啊 你顶多跟何天兴一块儿是 闪开 不让我杀了皇上 你不动刀他不会怕你 不行啊 快点 不能啊 快点动手 快点 千万不要 不要 快啊 快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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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你先动手啊 过来 我不客气了 别动手 别动手啊 慢着 你不动手啊 你怎么过来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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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上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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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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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呀 都给我注意呀 快 快 小心啊 好了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多谢皇上救命之恩 我们母女俩 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以后有机会 一定报答 大娘客气了 是我让小天 卷入这场宫廷斗争 害得你们 以后 要隐姓埋名过日子了 是晚辈不对 该往道歉 没关系 换个地方住也挺好的 隐姓埋名也没有什么 我只是希望皇上 从今以后对待天下的百姓 能像对待我们母女俩一样 好好的关照他们 大娘说的 晚辈牢记在心 好好的 小三 大娘和小天 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大娘 小三和小天 他们喜欢斗嘴 你 你觉得太吵的话 那你就骂他们几句 他们就不吵了 好 多谢你 大哥 谢谢你 谢什么 不管你是弟弟 还是妹妹 大哥都救我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跟我说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叫何天心 何天心 我之前 送你的玉佩还在吗 你把它收好 以后有什么困难的事 就拿玉佩来找我 大哥一定会帮你的 你们快走吧 一会儿就会有人追来的 我们快走吧 我们快走吧 以后还会再见面的 大哥 放心 咱们三兄弟 咱们三兄妹 肯定还会再见的 走吧 早 来 他说 个 他说 ha 驾 驾 驾 停 不用追了 走远了 回宫 是 来 皇上的伤没什么大碍 待会我回去开些药 让皇上带着 冷太医 是 宫中是不是有一套 本草品会精药 为什么不见了 回皇上 微臣没有参与编撰 不知道此书的始末 只听说当初编撰有误 所以先皇下令 将十二位负责编书的太医 满门抄产 并下令将此书销毁 这套书 就此失踪了 可是既然 你下令销毁 为何藏书阁架上 仍然有此书的目录呢 这 微臣就不清楚了 那这样好了 冷太医 你就负责 把这套书找出来 这个 皇儿 皇儿 母后 怎么样啊 伤得怎么样啊 不过是皮外伤 冷太医已经帮朕包扎好了 禀太后 容微臣回去陪药 母后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要圆小人尽忠臣 你就是听不进去 我已经下令通缉 那个何天心 还有张什么三来着 要是抓到 格杀勿论 你不要来干涉 母后 请你收回成命 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什么 母后的话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你都已经伤成这样了 你还要帮他们说话呀 母后 我 你们先退下吧 是 母后 母后对不起 是儿臣 要他们这么做的 什么 儿臣要张哲三 抓儿臣当人质 碧莉公公放过何天心 而且被刺这一刀 也是 儿臣让他刺的 是你叫他们砍你一刀 儿臣不敢欺骗母后 你 你 你让哀家太伤心了你 你几次三番做事如此不慎 你心里头到底有没有母后 有没有列祖列宗啊你啊 儿臣知错了 请母后责罚 责罚 哀家要责罚你的话 不是丢皇室的脸吗 你 我怎么会教育出你这样的儿子 你一定要在列祖列宗面前 有个交代 来 莫大人 皇上出慈宁宫了 知道了 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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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了 莫大人 大惊小怪在干什么呀 我不是说过 姑女要注重姨太吗 我知道 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李公公找您 您 公正莫已柔参见公公 勉励勉励 最近六院四局的宫女管理得怎么样啊 回公公 一切正常 好好好好 哎呀 哒家真是慧眼诗人哪 你还记得吗 是我提拔你当年当的公正啊 啊 把这宫女给我管理的是 福福贴贴呀 啊 这是以柔应该做的 一会儿啊 太后和皇上要到太庙去祭祖 你呢 就赶快去准备准备 啊 以柔这就去吩咐宫女 准备盛世礼花 生果花兰 还有祭礼 哎呀 不用了 你就把那太庙打扫打扫就可以了 是 好了 没事了 你下去吧 一柔告退 列祖列宗 先帝 哀家教子无妨 子孙助力 无是法规 无是列祖规矩 睿为皇上 睿为朱家子孙 哀家 特来向列祖列宗 先皇请罪 请先皇受罪 请 你要记住 你今天犯的错 丢的不是你自己的脸 是列祖列宗的脸 是先皇的脸 母后 你给我跪下 你给我跪下 母后 啊 是啊 好 哦 列祖列宗 仙皇 哀家无能 教子无妨 哀家发誓 如有下自 哀家宁愿 再次自己谢罪 母后 母后 儿臣不孝 你打儿臣吧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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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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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快叫冷太医 快点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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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吃饭喽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来 我来 这是我做的百合一米粥 是吗 我来 我来 这个百合呀 清热又润肺 这一米呢 健脾又健胃 这可都是好东西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说来这七天了 你就做了七天的饭 真是难为你了 别说七天 就是七个月 七年我都愿意 小天 吃饭了 大娘 只要你愿意吃 我天天给您做 保证不会让您瘦一斤 咱您可胖得精致 也不愿意瘦得雷头吗 我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 以后啊 什么挑水呀 劈柴呀 扫地呀 凡是老和家的活 我都包了 实在不行 我再跟你改个姓 我叫和哲三 那倒不必了 娘子 二哥走 快来 小天 吃饭 快点 你最爱吃的百合一米粥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吃了 你现在不爱吃 你吃完不就爱吃了吗 不了 我现在吃不下 娘 你们慢慢吃吧 我出去换换 注意安全 嗯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大娘 你快趁热吃啊 我就是担心小天啊 她以前在家里头 每天不是忙着上山采药 就是帮人看病 调药 配药方 要不然 就把大福 炸得跟建筑似的 可不是嘛 她的功力也这样啊 她现在每天都发呆 像丢了活儿似的 看都不看我一眼 哎呀 也不跟我抬杠了 她还是第一次这样 我刚刚看她挺好的呀 精神抖擞的 什么精神抖擞的 那都是装的 以前我一叫她起床 她就不高兴 哪像今天这种心情啊 其实她心里头有事不怕 我就是怕她 我就是怕她有什么事 憋在心里不说 得嘞 大娘 交给我 您先吃着 我找她去啊 哎 你也注意安全 好 不开心啊 才美 谁不开心了 我开心得很 不开心呢 就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 容易憋坏 赶紧说 我听着 来来来 哎呀 你真的是很烦啊 好了 不闹了 饭都做好了 回家吃饭嘛 走 哎 我吃不像 不知道大哥他的伤 好了没有 没什么事 我武艺精湛 刀法跟大娘杀猪一样准 只是皮肉伤 再说了 宫里那么多太医呢 肯定没事 搞不好你下次见着她呀 你连伤疤都看不着 那太后会不会责备她 她这样放我们走 哎 这责备一定是免不了的 但是太后 就大哥这么一个儿子 要罚嘛 也只是意思意思 没事的 她一个人在宫里 没人帮她 不知道 你就别担心大哥了 担心下你自己吧 你看看你 每天那么多心事 板着个脸 哎 给二哥乐一个 哎 二哥给你哭一个吧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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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了嘛 笑起来多可爱 哎 今天天不错 二哥陪你出去玩玩吧 哎 我不想去 哎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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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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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学个李宝川啊 有点意思啊 哎 哎 哎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好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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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 itu 哎 哎 你会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快点吃吧 你不要光想着吃行不行啊 大哥他一心想着 为百姓做事 可身边却连一个 可以信赖的人都没有 哎 药铺哎 走走走走 哎 两位两位 还没给钱呢 一口都没喝呢 干 好嘞 谢谢啊 好嘞啊 来 咱买点药材 种子跟工具 回去自己种个小药谱 这里边怎么一股 你们家的味儿啊 真是锅山香啊 治风湿最好了 陶叔的风湿 不知道怎么样了 走得太急来不及交代 我应该帮他 准备好一年的药 以前在家里 晚上娘喝着烧酒 或者在火炉前煎药 整个屋子里面啊 除了酒香就是药香 要不这样吧 干脆把这药铺买下来 以后你想给多少人看病 就给多少人看病 我们是朝廷要饭 低调一点 不用低 这个地方鸟不羽 花不香 连野狗都不拉屎 别说政令能不能到达了 我来了七天了 连个兵都没看着 没事 二位客官 要抓什么药 我要买你这个铺子 不要了 没事 一切我处理 把你们掌柜的价儿 开个价儿吧 我们家掌柜他不在 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个我不知道 错过了我们 可是你的损失啊 这附近还有没有 什么其他的药铺 走 咱们换一家 客官 我看你也别忙活了 这方圆百里的大夫 稍有点名气的 都进宫给太后看病去了 太后她怎么了 这你还不知道吗 这是本县头条大消息啊 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呀 太后到底怎么了 怪病 谁晓得什么病 只是听说头疼得厉害 太医们哪 都拿她束手无策 这不 皇上下旨啊 征集全国的大夫 给太后看病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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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Kurd 太太 这个头疼就很快就过去了 您是母仪天下万民敬仰 老天爷会保佑您快快的好起来的 把这个弄得心平气静 这个慢慢头疼就会缓解的 谁疼成这样还会心平气静 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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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张忽 你们怎么还站在这儿都给我滚啊 滚 张忽 张忽 你怎么样了 好痛苦了 这啟禀官的太后该喝药了 又来了 太后 请您用药吧 喝了这么多药也不见好 还喝什么 太后该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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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药啊 他一定得吃七七四十九天 才能见效啊 您耐着性的把这个药可别断了 什么 四十九天 不到七天 艾家就给疼死了 还要喝了 来来来来 我们在那边歇着去 我们在那边歇着去 皇上 来来来来 枕头 把枕头修好了 母后 皇上来了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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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来看母后了 下枕了 母后有没有好一点 好不了了 好不了了 我的头就像人揪着一样 我是战也不是 错也不是 躺也不是 我是吃不下睡不周啊 我还是一头撞死损了 母后请放心 儿臣已经广征天下医术高明的大夫 静静为母后看病了 胎医院的医生都治不好 那些药医有什么用啊 母后 别说了 你越说我头越痛 你们给我出去 母后 出去 皇上 皇上 你们快走吧 太后的头痛一直查不出病因 以前每次发病 都是开阵痛的药方压制疼痛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只是这次的头痛 比以往更严重 哎呀 这些我都知道 我想听的是 有没有办法治好太后的头痛 不是听你找什么借口 书下已经下令太医院 全体动员严你对策 那就快 不管治标治本正方偏方 只要能让太后的头痛 稍微减轻一点的话 都可以考虑 是 还有 不止太医院 还有征兆进京的那些大夫们 只要他们有好的药方的话 你先行过滤 即便只是暂时止痛也好啊 卑职灵止 小三 小三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回来起吗 我来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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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真是你 你看看你 这些事情不用你来做 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你快你快 坐着喝茶 来来来 来喝杯茶 大娘 以后有什么粗活累活 您出张嘴我来干 还出张嘴 你还挺会说的呀你 不是 口才好反应快嘛 我最近不仅发现你口才好反应快 我还发现你手脚挺勤快的 不行 我这还得多加努力呢 一会儿啊 我带着我这好兄弟大福出去溜溜 您看你要吃什么喝什么 您跟我说我给你买回来 你给我带把剃刀回来 剃刀 刮过你那胡子 你看看你 几天没刮胡子了 我说回来 听见你了 你这居然是一样的 你这居然是一样的 徐天 那怎么说 小天是女儿身的事 你也早就知道了 是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 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 我找个机会我再跟您说 我呀 现在不趁别的 我就趁时间 老实交代 我说 我一定说 在您这儿我一定诚实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小天啊 小天啊 她是挺可爱的 人又好 又有个性 好女孩 反正 大老爷们 说话默默唧唧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说 到底喜欢不喜欢 我 我 我 哎呀 我就小天这么一个孩子 我不奢求 她将来能够有荣华富贵 我只是希望小天以后 能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如果她将来能够找一个如意郎君 我 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 我 娘 你是我亲娘 你干什么呀 这是 来 快起来 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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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喜欢小天 我 你真喜欢小天 你跟她说去呀 你拉我的手 她知道吗 你跟我说她能知道吗 是不是 再有一个 你瞅瞅你能拉里拉他的样子 别说小天看不上你 就连我都看不上你 去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听见没有 得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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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正所谓明月几时有自己抬头瞅 你看看 山明水秀 鸟语花香 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我决定了 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没事就过来走走 我们俩在这百年好和 你昨天才说过 这里鸟不语花不香 连野狗都不拉屎 现在鸟语花香了 狗也会拉屎了 出去走的时候 小心踩到狗屎啊 鸟不语花不香那是昨天 今天我们决定住在这儿 那绝对就是鸟来了花开 说不定公鸡都能下蛋 你说过了没有啊 大哥困在京城 太后又生病了 你却在这里跟我瞎忽悠 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 你别老开口闭口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的事你不用想太多 她老妈天天喊头疼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没准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呢 你当太医院的御医是假的 太后这次肯定病得很重 不然大哥 不可能会争掉民间的大夫进京呢 就算她真头疼又怎么样 俗话说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她老妈那么能祸害人 肯定长命百岁啊 还让她多疼两天 就当老天爷给她一个教训 教训 是教训太后还是教训大哥啊 大哥那么孝顺 到最后还不是苦了大哥 你呀 做人就不能厚到点吗 太后好歹也是你大哥的亲娘 就会说风量话 得 我是小人 大哥是君子 不说了 回去了 等一下 知道错了 新闻一下子原谅你 谁要跟你道歉呢 我要你帮个忙 求人的口气还这么差 你想不想听更差的 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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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想看一天药方给太后 拜托你送去给大哥 现在喊我二哥了 平时叫我不是喂 就是哎 要不就直呼我大名张哲三 现在为了大哥的事 我就变二哥了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你到底去不去 现在全天下的大夫 都到京城去了 去也轮不到我呀 我真的很想帮大哥的忙 就算药方用不到 也可以做个参考啊 我可不想帮那个老太婆 就算我拜托你了 你去送药方 顺便看看大哥怎么样啊 看大哥才是你的重点吧 难道你不想看看他吗 难道你不想看看他吗 你去送药方 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陪你扇饼水绣 鸟语花香 这样走行了吧 你说的 来拉钩 不不不 这个这个 不不不 两个都来 好 皇上 好 启禀皇上 太后奉体为何 皇上既要照顾太后 又要日夜操劳 稳定民心 易柔担心您的身体 还希望您多加保重 晚一点的时候 易柔上玉书房 给您送碗参汤吧 补气养参 不用了 您只要好好照顾太后 有事立刻通报朕 就可以了 晚了 你们也累了 都回去休息吧 太后这儿由我来照顾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是 您 参见皇后 平身 你们先回去吧 是 出来吧 别鬼鬼祟祟的 是谁 为何要行字枕 别 别 别 大哥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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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你啊 来 你 你怎么回来当刺客的 不 你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差点给你掐死 我哪知道是你啊 对了 你怎么回来了 小天在外面 他们没事吧 放心吧 好得很 我听说太后病了 所以回来关心一下 我们到里面去聊 对不起啊 走着 原来这都是老毛病啊 太烫了 这太后每次说头疼 这都是真的啊 我还以为她找借口 不想听你说呢 之前就有这个毛病 只是越来越频繁 而且这次特别严重 连冷太医都没辙了 以前我嫌太后唠叨 现在真希望她病能好一点 像以前那么唠叨就好了 大哥 我们知道你烦 所以呢 一听说你要给太后找医生看病 小天就马上开了药 吩咐我 务必要交到你手上 帮我跟小天说谢谢啊 对了 小天大娘过得怎么样 他们开不开心 开心 大娘呢 是每天起得早 小天是每天吃得好 我在屋子旁边啃了地 要给小天种药 这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开心药铺 你没事就到我们那儿看看 好 我一定会的 可现在太后生病 国事也操反 等太后病好了 我一定抽时间去找他们 这段时间 小天和大娘 就靠你多照顾了 但是你也得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我这才走了几天啊 你看你脸色这么差 你到底睡没睡觉啊 睡是睡了 不过睡得不好 我知道你要为太后担心 还有国家大师要处理 但是这睡觉是储备能量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你得好好休息 不能累着啊 我只希望太后的病能好 我就可以放心了 对了 这你拿着 不用了 上次那幅画卖了 这零头还没画完呢 我就怕你把真品当赝品 只卖五粮 你看你又损我 明明卖了六粮 拿着吧 顺便帮我转告 跟小天和大娘说 我有空的话 一定会去找他们 好吧 有时间我给你画个地图 你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好不好 好 宇柔参见皇上 躲一躲 快 我这这 这才就看不见我了 快点啊 这也不行 真麻烦 进来 皇上 宇柔为皇上准备了参汤 请皇上趁热喝 不是说过不用了吗 宇柔担心皇上的身体 所以擅作主张 请皇上见谅 那放着吧 宇柔宇柔 与宇柔 你还来 请皇上 你不看不哭 你不不看不哭 是 走了 走了 不是 这女的谁啊 她是公正 公正 我说长得这么正 人如其名啊 公正是女官的称谓 是负责督导管理宫女的 如果有宫女犯错的话 他们会负责处分 管这么多人 这么厉害 那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后宫的宫女啊 多得数不清 说不定你见过 只是你忘记她了 也对啊 不过下一次我见上她 我肯定认识她 别人看书过吗不忘 我过正美绝对不忘 大哥 你的伤怎么样啊 皮外伤 没事的 你看看 上次我这砍你一刀 我这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下次你就别让我干这种事 要不这样吧 你偷我一刀捅过来吧 你打我一下吧 好不好 打一下 不要了 来 打打打打 你还真打呀 打屁股吧 趴着打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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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